然后你就看到这个解放军 我们要付保护费 怎么付呢 比方说解放军丝滑登岛的时候 我们付了保护费 美国可以怎样呢 这是这个解放军的第82集团军的 某州旅桥分队 最近有个演习 围绕着这个曹渡门桥快速部署 然后进行创新性的训练 预定区域呢 要拉一座刚制的浮桥 宽8公尺 长20公尺 每个单体大概就10公顿 结果拼着拼着 五分钟就拼完了 所以这篇文章的形容 就是他当然讲登岛 没有讲登哪个岛 但是我想台湾人心里 都会登一下 对不对 他说这个登岛更丝滑 那这个部分是付保护费 可以解决的吗 我先讲办公这个耳朵 其实我建议他去穿个耳洞 然后挂一面国旗 他们耳环 不在地 对不对 这个挂一面国旗 在这边 然后凸显他那个勇敢的形象 他现在已经发行了T恤 还有球鞋 对 他自己挂一个耳环 应该是发行耳环 对 那美国付这个保护费 我今天想看这个新闻 真的很生气 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美国应该付给我们 台湾保护费才对 对你昨天讲 对不对 怎么会是我们 你看我们台湾为了美国 牺牲多少人 那当年来讲的话 什么U2侦察机那些 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是这样 你昨天这句话点醒好多人 对不对 你看我们的陈怀生 对不对 当初为了这个牺牲生命 这些 然后一直到现在为止 你这个勒山雷达站 我们讲勒山雷达站好了 谁花钱盖的 我们台湾花钱跟美国买的 对买了以后这个勒山雷达站 情报谁给谁 情报是给美国 我们美国愿意 我们才可以分到一点汤喝 不是所有情报都是美国 所以我们 不管我们自己出钱 去盖了一个雷达站 然后这个雷达站的情报 是美国在用 你说应该谁付钱给谁 所以我觉得对这个事情 我昨天一听到我就觉得 一直到现在为止 然后包括我们台湾 我们子弟兵要去服一年的义务役 难道不是都是为了保护美国 当美国第一岛链的 这个开门狗嘛 对不对 那不但我们要自备口粮 还规定我们要 我们还要买你美国的口粮 我们不可以去买法国 买其他国家的 买贵的口粮 其他国家的是牛肉罐头 结果硬要买我们那种 干粮的那个狗粮 我觉得而且他现在为止 我们这个我们他 所有人都知道 我们买有没有付保护费 我们付很多保护费 但是我们付的这些保护费 是不是真的就是提供我们 能够保护我们自己台湾 生存的一个安全 你说 像现在来讲 最近的弹簧刀无人机 我们有需要吗 对不对 我们有没有买 那美国来讲的话 譬如说我们希望是F-35战机 我们不要F-16 因为台湾那么短长起降跑道 前两天我们还讨论官商 要不要盖这个战备跑道 我们应该是那种 垂直起降战机 台湾那么小嘛 那你现在又卖给我们鱼叉飞弹 我们台湾是有熊山飞弹 但是我必须要这样讲 我觉得这个立将军 还是太老实了 你觉得保护费就一定会换来军需吗 那军需不管你需不需要 我总是有东西给你嘛 还有一种保护费叫做什么 它就是全保护费 你不会换到任何东西啊 就是换到一颗 我保护你的心对吧 那它可能就是提高某种交易 另外它可能跟大陆去交易 那再用大陆的价码 再反过来拉高台湾的价格 然后拉来拉去拉到最高峰 你难道美国你自己把自己当保全吗 对不对 你讲的对啊 在川普这个演说 在这个访问里面 他就这样讲 他说美国就像一个保全保 保险公司 我每个月要我们GDP提升到5% 我们干脆请雇佣军好了 你要付钱给我 你的保单才会启动 要不然你的保单是不会启动的 那另外我讲说 司华登陆这件事情 其实它不是司华 巴士的集团 因为我特别要介绍到这支部队 这支部队是南部战区的部队 不是东部战区的 可是他战时的时候 如果说是要登岛作战的话 是由82集团军给东部战区来指挥 做登岛作战用的这支部队 那他很明显的 现在在训练他做什么呢 做这个杜桥 其实他不是登岛作战 他这个是杜桥演练 我们台湾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 如果说从他做这种演练 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 就是东部战区 7172 73 三个集团一 是第一批登陆的部队 然后八色集团军是他的预备队 就是后续来讲在登岛 登岛之后他可能已经攻占了某一个地方 建立了所谓的摊头堡 可是我们台湾地形很有趣 我们台湾地形都是河流 都是东西向 不管从北部的淡水河 对不对 中部来讲大渡西 南部来讲左水溪 一直到最南部的高平区 都是东西向 那这些河流来讲 你如果说八色集团军登陆来讲的话 你势必要支援 这个7172他们作战来讲的话 你必须要渡河作战 所以他现在训练是渡河作战 也就是说 他可以将这些兵力来讲的话 不管是你主登陆在什么地方 或许有可能 这个东部战区的这三个集团军 在北部地区做主登陆 那八色集团军在南部做驻登陆 驻登陆我登陆之后 我还是要协助驻登陆来作战 所以他一定要做渡河作战 那我觉得他这次展现出来 也就是说 他可以将这些部队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看到很可怕 7172 73 三个集团军分别在演练 一个是这个圆火火炮 PHL圆火火炮的射击 然后一个集团军在演练 这个两栖登陆作战 一个集团军在演练 这个长城机动作战 现在八色集团军又来了 在演练渡河作战 所以这种态势我觉得非常的明显 那美国这时候我们付保护回给你 你到底能够做什么事情 对我们有没有付 我们已经付了很多了 我们买你那么多垃圾的武器 对我们来讲没有用 火炮布雷系统我们不要的嘛 对不对 采放刀也是我们不要的 那我觉得如果说是川普当选 尤其是他的副总统 讲的话很明白 他说从俄乌战争来讲 我要结束乌克兰战争 然后集中全力来对付中国 所以很明显我们讲 军事来讲就是集中战力嘛 我不要两面同时开战 那现在来讲的话 他那个副总统 他本身是当过军人的 他大概对这个万事 对这军事有所了解 他是要同时在两个地方开战的话 你两边来讲都打不赢的 所以他一定要集中在一个地方 那他集中现在来讲 对他来讲 认为最大的敌人是中国 所以他就集中在对付中国 对但刚刚立将军讲的 你说这个我们台湾 应该要跟美国收保护费 因为我们在这个第一岛令重要位置 现在美军退到第二岛令 关岛这边 我们当然就来关心一下我们台湾了 这个川普不是讲吗 台湾该付给美国保护费 台湾就炸了 那我们的行政院长卓荣泰 昨天产生发言 居然心甘情愿付这个钱 我们多付一点没关系 他要责任 这个责任开玩笑就是 中美的台美的密码 责任就是money是不是 这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当时川普这个拜登 拜登政府的这个团队 也讲嘛 台湾一直在为自己的国防付费 我们美国不是在做慈善 翻译成白话文 就是这个保护费拜登也有收嘛 不止你川普收 我拜登也收啦 那顺带提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好玩的 就是今天这个大陆有一位网友 大概是有医疗的背景 他对于川普那个耳朵包扎 非常有意见 川普的医生包扎水平不行啊 这完全不是 维护川普的硬汉形象 这耳朵包扎的 连实习生都不如 导播我们是有一张图吗 调出来看一下 他那个范骨的包扎 那是一百多年前 不是他有一张比对图 还一张心条旗没有结吗 有两张图看了 因为说实话 他的耳朵没有被子弹打过 是被玻璃扫过 照理说应该就是 可能一个小洞等等 那通常来讲 如果是我的话 那医生可能就用人工皮 这样贴一小块 看不出来对吧 人造皮贴一小块 对 通常是这样 但为什么要贴那么大 当然啦 这个这是选票嘛 对不对 你看到这个就会投票嘛 就包越大越好 最好整个头包起来 是不是 来导播 还有一张对吧 有啦 有啦 好啦 没关系 好 然后反正网友就哭走 网友说你既然要这样 感觉上面画美国国旗 对不对 要不然就画一张选票 投我之类的 所以这个大陆网友 我觉得还蛮有幽默感 这包扎的水平 连实习生都不如 包得这么丑 你不能从医疗的角度来解释 你要从媒体的角度来解释 故意的啦 对啊 就是故意的嘛 对不对 就故意要凸显 为什么要包到这么大 川普一定希望 干脆两个耳朵都包起来最好 是不是啊 好 这给大家笑一笑 然后呢 这一个谈话讲出来不得了 尤其是费城半导体的这个指数嘛 对不对 因为川普有讲那个什么 什么台湾把美国的什么 晶片事业都拿走了啊等等 所以你看像ASMO啊 台积电啊 挥达啊 全部暴跌 科技区巨头 没有一个这个逃过 一方面川普的那个硬汉形象 有没有 为美国而奋斗 Fight 那拜登是虚弱虚弱再虚弱 走路都走不稳 又又确诊 又确诊的时候上机 现在上下飞机没有人敢扶他 因为记者都在拍 但是那个画面就明显的非常吃力 中间又判了一下 还好这次没有叠交 所以你看到这个民主党的 参议院的这个领袖 舒默就希望他退选 然后众议院的也是一样 就现在党内的领导人物 核心分子 意见领袖 几乎一致的都要讲话 这怎么办呢 对不对 就应该在家里面 或是好好的接受医疗诊治 他要除了选美国总统 80岁人的确诊的话 这是蛮危险的 重点他还不只是确诊 因为之前他的种种特殊的表现 一头是虚弱的美国 虚弱的拜登 然后你看到这个 我只能说很特别的川普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Rocky 包图 箸 随时拥有水分